祝客唐嫣 那王凯呢 因为工作的关系 没有能够来到现场 请金牌制作人侯洪亮先生 也是王凯的伯乐 替他领取品质受过 我感觉我今天 能够站在这个舞台上 我非常的幸运 更多的是感恩 在未来的日子里 我也会带着我的真诚 怀着感恩的心 对待我未来的每一个角色 谢谢所有支持我的观众朋友们 还有谢谢我的堂力 谢谢 今天我们也要特别感谢 侯洪亮先生 为我们专门带来了 王凯录制的个人感言的VCR 我们来看大屏幕 大家好 我是王凯 很遗憾 由于工作原因不能到达现场 那在这里我要感谢东方卫视 以及品质盛典对我的肯定 还要感谢我的公司 感谢所有的观众朋友 以及我的影迷朋友们 对我的支持和喜爱 那在以后的日子当中 我会继续努力 把更多具有品质的作品 带给大家 这个时候呢 我们非常高兴 也非常荣幸地邀请到 从香港远道而来的 一位曾经叱咤影视界的巨星 她就是胡慧中女士 今天呢 我特地要为各位 推荐一个人 二十多年前 我在我唐姐家里呢 我看到一个楚楚可怜的小女孩 我就蹲下去 跟她拍了一个照片 之后呢 很多年过去 这个小女孩呢 她拍了很多戏 变成亚洲 红遍亚洲的一个女演员 我的女儿 也因为 看了她所扮演的角色 疯狂地 疯狂地迷恋 这个当年那位小女孩 于是呢 我就很好奇看看 这位女演员 到底是长什么样子 当年拍照 有一个很深印象 是她嘴巴下面有一颗痣 当我再看到 那部电视剧的时候 我看到那颗痣 在她的嘴巴下面 我心里很清楚 这个演员 就是当年那个小女孩 她跑到香港来找我 她带着 她当年跟我拍的那张照片 她跟我说 胡姐 我找你好久好久 我当时听了这个话 我眼泪都快要流下来 她有情有义有心 所以呢 经过这么多年 我仍然可以跟她再续亲缘 各位朋友 请看大屏幕 就是她 首先让我允许我介绍一下 为什么今天穿的 那么特别的衣服来到现场 因为我现在无锡拍戏 我直接从片场 来到了SMG的那个 顺点 对 反正这就是穿越过来 对 其实 我应该 如果从辈分上 福慧中老师 你应该从辈分上 我应该管 胡姐叫姨奶奶 这么年轻的姨奶奶 但是她太年轻 我每次叫奶奶 我自己都起气 看到实在叫不出口 所以我说 我还是管你叫胡姐吧 对对对 我刚刚看到胡姐 我突然 就我突然发现 原来我那么多戏 那么能哭 可能也是遗传胡姐 我每次都是战战兢兢 因为 每个角色 每个表演 对我来讲 都是一次探险 因为当我拿到剧本 我虽然很喜欢这个角色 但不知道自己在现场 能不能把自己所想 所感受到的表现出来 所以 每次在现场 能够表达出 自己想表达的东西 我觉得好像 像中了奖一样 我非常非常高兴 我觉得我非常幸运 是我每个角色 都会被大家惦记 被大家记住 然后让大家鼓励 所以作为演员 我觉得我很幸福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 李宇春带给大家的 西门少年和Magical Show 那就从这座城市的西门开 开始有一条盖眼少年 曾奔跑山流血不止 红色大门外 杂乱无需野草种子 是我耳濡目人 到最远时间的性子 未能经历时间洗礼的 骄傲之子 还远远读不懂青春不死 那一首诗 回头涂脸 慌奔永不知 穿着破手鞋子 仍旧这样渐渐长大 年轻兴奋的梦 在不知不觉中发了牙 仰翻眼红尘风破浪 要去惊讶天下 致命的意义就是要退情 难受不怕流霸 月月问上 你能够不及多少个四季 少年说一定率行二行 无所畏惧 不管路上遇到要么回贯 还是新风雪 欲抗自己的圈都像 阳光剩下你一步一 烟火 烧不清我们的野生 野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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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你最初的那个新的少年 死不得有血 军队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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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你最初的那个西门少年 死不得有血 西门兽 我没有学会去的 那种人在里边跑下去 我要你最初的那个西门兽 It's just a magic magic s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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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燈光开始扫手 音乐负责轰隆 谁的身体重置于动 高手废话小说 开戏长进风投 今晚我要打开脑洞 管了什么明天的Priority呢 当时写来一场寒暗的醉 燃烧吧 内心深处不安分的过夜经过 It's just a magic magic s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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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喜欢 你看 我就喜欢 都干不掉我 我就喜欢 野蛮的破坏性 我就喜欢 全场都被搞定 It's just a magic magic s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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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春春给我们带来 这魔力四射的表演 请春春留步 春春的表演 总是引得粉丝们 纷纷地尖叫 你们嗓子哑了没有 还能看 这能量爆棚了 喝一口水中贵族百岁山润润嗓 然后再喊 那么我们接下来呢 要推荐另一位 年度卓越品质之心 有请品质推荐人 演员袁红以及春春 大家好 我是袁红 大家晚上 我是立初 如果用两个字来形容我和她的关系的话 那应该是爱过 我觉得不仅是你爱她 我们所有人都爱她 我的印象总是停留在这个大学 第一次跟她见面 我是记得在宿舍楼下 我们俩之间经常会出现这种偏差 或者是这种出入 想法的出入 但是呢 经常发展到后来都 我都发现她是对的 我一直在想 为什么 我现在得到的一个答案 可能是因为 我觉得她是一个关注生活的人 我曾经有过跟她一整年 我们排演话剧 你可以看到她很多很多的 细微的一些细节 那通过我的观察 我觉得她是一个非常地认真 也非常敬业的人 有请福哥林奇品质之果 感谢大家让我又可以上一次台 其实刚才我还有一些话没说完 正好 太好了 我最想说的是 我希望老一辈的艺术家们 生命长情 艺术长情 其实在这里 我恳请大家 我们一起占用一些时间好吗 因为大家都知道 福哥即将启程赴美国留学 追求他的人生梦想 他的职业理想 谢谢森林奇 谢谢东方伟师 我今天拿在手里的 我觉得他 不能说是一份荣誉 或者是一个奖 他可能是一份承诺 因为这个造型很别致 把它变小了 它就像一枚戒指 这个承诺就是 我得回来 我其实还想再接一个秘 还有惊喜 来 有请朋友们 特别从宝岛台湾赶来的林依晨 从加拿大演出 马上飞回来的扎西顿珠 其实袁洪今天也是从美国赶来 还有三位普通的粉丝代表 来 各位请到台前来 送上圣洁的哈达 我希望我哥就是 学业那个爱情两不误嘛 然后如果能从国外 再给我带个嫂子回来的话 我是很愿意的 大家愿意吗 祝福哥哥 一个表演工作者 还有其实是一般人 都会有被人家仰望 或者是轻视的时候 可是我觉得 只有他自己 应该要知道 如何平视自己 然后知道自己 该是个什么样的人 可以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觉得这场旅程 他会因为这样得到很多 然后开新闻吧 我相信他会做好自己 做更好的自己 我们请粉丝拍一位代表 好吗 老大 作为粉丝呢 无论你现在出国留学 还是未来想要 骑着摩托车 环游世界 我们都会支持你 最后我们想对你说 我们会带你回来 我最真实的感觉 是我现在快站不住了 在这个台上 因为 我的初衷是我自己的事 我是想安安静静地走 安安静静地离开一段时间 我没有想到今天 会把这件我自己做的事 放得这么大 我真的是有点受不住 今天在台上的各位 都是陪伴我一起成长的 有许多人对我的这个选择 不是那么的理解和认同 但是我觉得艺术的生命 是非常长的 我还会回来的 我会更好地回来 不说了 吴哥 加油 加油 我觉得每一次告别 都是为了更美的重逢 再次把掌声送给台上的各位 谢谢你们 掌声有请著名导演 李绍红女士和毛卫宁 李绍红导演 现在是中国电影导演协会的会长 能来参加我们电视剧的 品质盛典 说明了我们这个品质盛典的 吸引力和重要性 特别高兴 今天来到这个盛典 看到了很多非常有思想深度 艺术高度 还有情感温度的这些精品佳作 让全国的广大观众呢 能够大饱眼福 那么今天获得我们最后 这个年度品质榜样剧作的 是哪部作品 年度品质榜样剧作 恭喜欢乐这部剧组 接下来我们也要邀请 上海广播电视台 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 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上海电视艺术家协会主席 唐俊杰 上海广播电视台台长 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 有限公司总裁王建军 为各位送上鲜花 欢乐送二 即将在东方卫视和大家见面 相信会有更多的朋友们 支持和喜爱这部剧 那我们请洪洪亮先生作为制片方 来代表大家 代表感言 真的是感谢 感谢品质盛典 感谢SMG 其实我觉得欢乐送第一部 在我们这些人眼里已经翻过去了 我们真的是迎来欢乐送的第二季 这是一个真正所有的环节都没有改变的一个第二季 只会比第一季更精彩 张黎先生 在这里也可以看到张黎导演和主演 李雪剑老师的深厚的这种情感 一起去摘 来 李雪剑老师亲自真是摘苹果送苹果 那我们也请张黎导演发表感言 说点题外话啊 当时拍少帅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三拍三不拍 我先不说三拍 只说三不拍 没有江一涛的剧本不拍 没有雪剑老师的老帅不拍 没有文章的少帅不拍 今天我们站在这个 SMG和东方台的这个品质盛典 盛会上 我觉得品质品质 先品后质 首先要有品 品是什么 品就是我们的尊严和自尊心 然后才能谈起质 谢谢 那雪剑合作 我说过一次啊 作为导演来说 真的是一件有尊严的事情 在这里我们也把掌声 送给李雪剑老师 而且今天雪剑老师说 真的是因为要做 张黎导演的推荐人 我愿意来参加这一场演 这就叫心心相识 钟蕾先生以及演员 刘涛为我们来推荐 有请 大家晚上好 我们两个是推荐的是全能艺人 对 年度全能艺人 我觉得现在的艺人都很厉害 刘涛也很厉害 我还好了 对 唱歌唱得特别好 刚才在台上看你唱歌 然后你还会跳舞 还会演戏 还会上综艺节目 谢谢 拿奖的这个人比我要全能太多了 首先唱得很好 是真好 会跳也是真会跳 而且才貌双全 最重要的是 他是一个真正非常努力的艺人 年度全能艺人 好 我们祝贺年度全能艺人 张艺兴 我们请艺兴也 张艺德属于你的品质之果 首先感谢SMG 感谢东方卫视 感谢所有一路 帮我走过这一路的人 谢谢你们 摘得果实 感觉很爽 努力道路依旧很长 脚踏实地魔法展 努力努力再努力 谢谢大家 谢谢 观点有这么多人 跟他一起努力 艺兴在老九门当中创作的呢 是二月红这样一位男弹的角色 我听说啊 这张艺兴呢 特别拜师学艺了 今天能不能在现场 给我们露一首 不敢乱说露 但是我能尝试就是 表演一些身 哎呦 这也不对 身段 身段可 您就别推缺了 行行 好 来一个京剧身段 谢谢 我们一样期待着更多的惊喜 在此祝贺 黄艺兴 恭喜两位 也请你们上台摘取自己的品质之果 真的不敢当 真的不敢当 其实这 一年多来压力很大 就给了这么多的称谓 然后得到了这么多的荣誉 真的是压力很大 非常感谢SMG 非常感谢品质盛典 其实我觉得制作人很幸运 是能够和这么多优秀的人在一起工作 这个奖是属于大家的 谢谢 感谢SMG影视剧中心 能给中国式关系这么一个荣誉 我觉得呢 首先我要感谢我们的总策划 李小明老师 还有我们的编剧张磊 如果没有 他们二位一千个日夜 对这个剧本的打磨 根本不可能有这一部 从一个字没有开始的原创剧本 也不可能有这么一部 我们在现在这个市场下 我们逆流而行的这样一部 我想建立某种标准的这样一种现代题材 同时也期待我们下次跟SMG 共同合作我们的中国式关系的第二季 谢谢大家 五六六的黑眼珠和你的笑脸 怎么也难忘记你容颜的转变 轻飘飘的旧时光就这么溜走 永远无缘的是我的双眼 或许明日太阳西下 卷鸟已归时 你将已经踏上旧事的归途 人生难得再次寻觅相知的伴侣 生命终究难舍蓝蓝的白云天 轰隆隆的泪雨生在我的窗前 怎么也难忘记你离去的转变 怎么也难忘记你离去的转变 不单单的声音后寂寥的心情 永远无缘的是我的双眼 永远无缘的是我的双眼 有请品质推荐人编剧监制导演郭静宇先生 有请 接下来我将揭晓的年度品质剧作 这几部电视剧不仅是制作精良的精品绿作 更是东方卫视平台上收到观众喜爱的热播经典 请看大屏幕 年度品质剧作 同时呢 我们要有请SMG影视剧中心主任王磊青登台送上鲜花 和好的剧作是相互成就的 也相信呢在这一路的陪伴之下能够共创辉煌 也再次祝贺各个剧组 那接下来我们将要致敬的是年度品质表演巨匠 担任品质推荐人的是胡哥 掌声有请 说到品质 我想大家都会不约而同地想到这样一位演员 他兢兢业业 呕心沥血 为观众朋友们塑造了一个又一个经典的荧幕形象 我们记得宋大成 记得焦鱼录 记得宋江 记得杨善舟 记得张作霖 记得刘二婷 都说他是戏骨 这个骨字 在我的心里 是一名演员 敬重艺术 敬重观众 敬重生命的风骨 面对名利 他淡过而低调 但是在艺术的世界里 他是富足而高贵 他拥有一颗始终如一的赤子之心 巨匠之心 他就是我们敬爱的 李雪剑老师 李雪剑老师有请 让我们把充满崇敬的掌声送给雪剑老师 谢谢 谢谢 刚才胡哥在讲述的时候提到了贵这个字 我很想问一下 雪剑老师 从一位演员出发 你觉得在你的心底 什么最贵 观众最贵 今天来到现场有很多年轻的演员 年轻的创作者 作为一位老艺术家 有什么话要对他们说吗 共同拍摄好戏 献给观众 共同为咱们的国家建设 为咱们民族富裕 贡献力量 谢谢雪剑老师 您的低调谦逊 您的戏得人品 永远会让我们记得 好 谢谢雪剑老师 其实我也特别想问 还在我们台上的品质推荐人胡哥 我记得上一次 也是在一个非常隆重的场合 你在接受奖项的时候 曾经用受之有愧 那今天如果要用四个字 来描绘你此时此刻的心情 你会用哪四个字呢 还是用四个字吗 还是用四个字 那就是当之无愧 那就是当之无愧